新企业公司团体现在陆续表态要出手捐新冠疫苗 不过由于必须由中央来统筹购买 民间到底能不能进口呢 针对疫苗采购引发的正繁舆论 府院危机处理快刀斩乱麻 总统蔡英文在昨天晚间亲上火线 强调政府乐意跟人民站在一起努力 确保疫苗安全绝对是有效的 没有阻挡的问题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会议当中指示了 经济部跟内政部要成立两个特别的窗口 全力来协助明天采购 进度都得要透明化 政府很乐意跟民间一起努力 来确保疫苗是安全的 有效的 合法的 绝对没有阻挡的问题 总统蔡英文强调疫苗没有阻挡问题 无论是佛光山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民间或企业想捐疫苗都欢迎 一切公开透明 行政院还要统合内政部 经济部 设专责冲口受理 针对有民间团体和企业人士 非常热心要帮忙采购疫苗 由政府成立特别的窗口 来积极协助 行政院长苏正昌指示 疫苗采购案 企业窗口交由经济部长 王美华负责 民间窗口则是内政部次长 陈宗燕处理 收建后由机关署 审查疫苗来源 再送到食药署检验疫苗 确保安全有效 因为疫苗是要打在国人的身上 所以无论是国外进口的疫苗 或是国内生产的疫苗 政府一定要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要用最严谨的态度 专业和科学的判断 来保护国人的安全和健康 服务出售 全人中央与民间全责 建立完整采购 SOP平息疫苗之乱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